我到現在 都沒有跟我親爸親媽 叫過爸、叫過媽 叫他們舅舅舅媽 然後我跟我養母叫媽媽 跟我養父叫爸 我算是命比較大的人 因為就是我媽懷我的時候 找過好多中醫去看 都說我是男孩 就沒有一個人說我是女孩 所以他們就覺得我是男孩 然後就把我給生了 而且是在我大姨家生的我 就沒有回自己家 然後生完我之後 一看是女孩沒辦法 然後就把我送到 我爸的最小的妹妹家 這等於是我最小的姑姑家 但是我姑身體不好 而且我姑家條件也不好 所以就養了我八個月吧 然後我就生病了 然後我姑也生病了 就是沒有辦法養不了了 然後就是我三姑 就沒經過我爸的同意 然後我三姑就把我給接到他們家去了 就我養父養母嘛 對我特別特別好 因為他們家我還有一個姐一個哥 然後 但是他們就對我格外的好 我們家那邊有一條河 就每年過年的時候就會有人去那個河裡邊弄那個冰 做那個像冰雕一樣的那個帶燈的那些東西嘛 然後我養父每年過年的時候都會令我去拍照片 然後給我買個糖葫蘆拿著 因為那個時候我養母家家庭條件也不好 然後我養父那會兒 我們家那有林廠 他在林廠上班 他天天就騎一個自行車 然後帶著我去上班 就那會兒整個林廠院裡邊的人都認識我 都知道我 但是我六歲的時候我養父去世了 然後 就是我養母可能就有一點 精神上受到打擊了 我七歲的時候該上學了嘛 就是他們就覺得 我養母養不了我了 因為我還有一個哥一個姐要養 然後就沒辦法 我就又回到我親媽親媽身邊了 回到我親媽親媽身邊 然後我就特別特別不習慣 然後我大概八歲的時候 從我上學的地方到我養母家 要坐兩趟車 然後一共車費是七塊五毛錢 我就斬著 就是我老師 他們給我零花錢了我也不花 然後斬過車費了我就不上學了 然後我就坐車跑去我養母家了 就有兩次是我記憶特別深 一次是我養母家我姐結婚了之後 我就和我姐夫冬天 冬北的冬天特別特別冷 然後他們兩個騎一個摩托車 然後就去我們家去接我 但是他知道就是我 我們家人可能不喜歡我去嘛 然後就停 把摩托車停到我們家的牆外 然後我就翻著牆出去 我連棉服都沒穿 算是偷回我養母家去的 就是上學的時候特別淘氣 然後就被學校給勸退了 中學初一 因為我們那個教學樓是三成嘛 然後我們在二樓 大概11月份吧 就挺冷的嘛 然後我就沒回宿舍睡覺 我們十來個人就準備在在教室裡邊睡 但是晚上特別冷 然後我們就把什麼那些什麼音樂書 不經常用的書什麼的給點起來 然後取暖了 然後就被那個宿舍的老師給看見了 我們的班機在中間 然後左邊和右邊都是樓梯 都可以下樓跑出去 然後我就看所有人都從左邊的樓梯往外跑 我說那我就從右邊跑吧 結果那個老師就堵著 右邊他壓根沒堵住 左邊就把我自己給堵著了 剩下的人他一個也沒堵著 然後就問我還有誰 我說我也不知道 那屋裡邊那麼黑 光聽聲音我哪知道還有誰 反正我也不認識 我也沒見著人 那校長還 給我爸打個電話說 讓他把我留回家去了 現在想想那個事挺嚴重的 如果當時著了火 整個教學樓都沒了 第二年升學的時候 我爸把我送到我老顧家 那個學校去上學了 就另外一所中學去上學 然後就開運動會 然後跑運動會的時候 我就1500米的時候 我就跑了個第一名 然後就會站那個領獎台上領獎嘛 我當時一站在那個領獎台上 往下一看我就知道我要量了 因為那個下面坐了一排 都是之前開除我那個學校的 什麼教導主任呀 校長呀什麼之類的那些人 都坐在前面一排 然後我記得特別情 那周四那天 然後開完會之後 當時那個學校的教導主任就找我了 說那個 你看你在這兒也沒有學習 也就是混日 說你們之前那個學校的 校長什麼的也過了 也跟我們說了你的情況了 反正就沒直說讓我回家吧 但是我心裡邊已經知道了 但是然後我就回班機去了 回去了之後他們就問我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說 結果呢 就是有很多同學都罷課 就因為學校要開除我 他們就罷課就不上課 就蹲在那個教室的外邊就不進屋 後來我就跟老師說 我說這麼著 我說那個 因為我們是周六上午才回家嘛 我說你就讓我明天再待一天 我周六上午我回家了之後 周一我就不來了就完事了 對吧 後來說那行吧 然後周一我就沒去了 結果有十幾個同學 就因為我沒再去上學之後 他們也不上學了 可能也年齡小吧 就覺得挺較勁的那種 你開除它我也不上了 所以就躲不上了 然後同學就會就埋怨我一頓 說要不是因為你 我們現在可能都是上大學的 或者什麼的 14歲吧 就出門上班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剛來北京的那一年 我是大年初一 晚上睡覺做夢 夢見說 我去北京了 第二天我就買了一張車票 因為過年春節嘛 就根本沒有票 然後就買了一個 就是它是違法的那種大巴車 然後買了一張票 買完車票的時候 我兜裡邊就账230多塊錢 然後坐上大巴車了之後 那會兒什麼都沒有 連身份證都沒帶 都沒有 然後 快到北京的時候吧 我就在拿手機玩手機 那會兒還不玩微信什麼的 還玩QQ 然後就有一個群 然後我就在那個群裡邊 問了一句 我說有在北京的人嗎 然後就有一個小姑娘就出來問我 我說我在北京你怎麼了 我說我沒事 我剛到北 我一會兒到北京 但是我不知道該去哪 她說那你準備到哪 我說那個公交 那個司機跟我說能到四會 她說那你就在四會等我吧 我去接你 去接上我了之後 然後她也不說話 就一直拿手機給我發文字那種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沒有問 那後來我看見她帶住聽器了 然後我就知道了 那個小姑娘可能就是 聽力有障礙 所以就導致她說話也有障礙 然後就把我領去古樓大街那邊找了個賓館 大概10年前的賓館 一晚上600 然後她開了一個星期的 然後就開始帶我去買東西 她給我買了我人生當中 第一雙AJ的鞋 第一個蘋果的手機 然後第一套耐克的衣服 以前都沒有穿過的那一件 然後帶我玩什麼的 乱七八糟的 後來我才知道 她帶了17萬的現金去找去接的我 然後突然間有一天 我就覺得我不能再這樣了 我覺得我這樣有點對不起人家 然後我就說我去找工作吧 然後就是我 等於是我大姑的外孫子 就說說你在北京 我說啊 她說你來找我上班吧 她在一個理髮店上班 然後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 但是我跟那個小姑娘 還一直有聯繫 然後突然間就聯繫不上了 就這個人消失了 就電話啊什麼的都聯繫不上了 然後過了大概有一年多吧 我知道她在哪個學校上學嘛 然後過了有一年多之後 有一天 就一個顧客閒聊天 就剛好認識她 然後我就問她 我說這個人去哪了 她說她出車禍了 就雙腿截肢了 然後去到德國養身體去了 就不會再回中國了 就可能她失聯的那幾天 就是她已經出車禍了 但是後來就這麼多年 就再也沒見過 我們家從小到大 對我的 就是我們三個 我有兩個姐姐嘛 我覺得對我們三個的管教方式 就是打 就是 我小的時候甚至有一種感覺 就是這一個星期 今天到周日了 我還沒愛打的話 我今天晚上肯定跑不了 要愛頓打了 就是會有那種想法 就是我在我印象裡面 小的時候 我爸打我我都不會哭 就一個顏色都不會掉 就是打完了 我就該睡覺睡覺去了 就感覺很正常 我爸就是 他就老是喝酒 然後我媽呢 我媽是一個就是那種 就知道埋頭幹活 就家裡邊啊外邊啊 都會給你收拾得特別利潤 而且 過日子也特別好的人 但是她不會溝通 就是她不會像 別的父母跟孩子坐在一起說 你這兒做的不對 你以後要怎麼怎麼樣 就我們家重來沒有過 我奶奶有十個孩子 有五個男孩五個女孩 實際上這十個孩子之間 就是親情之間 也挺冷的我覺得 其實我是那種 我寧可自己去借錢 我也不會去跟家裡邊人 掌嘴的人 就是在我印象裡邊 我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指望不了任何人 其實如果說我真的特別特別難的時候 我知道他們會幫我 我跟他們掌嘴 他們會幫我 但是 我一想到就算他們幫我了 肯定也是要 就是 數落我一通啊 或者是 教育啊 或者說一些什麼的 我就懶得跟他們去掌嘴了 我這麼多天對家沒有概念 我覺得 我的行李站在哪兒 哪兒就是家 有過幾次 我爸喝完酒之後 就會跟我說他對不起我 然後 就會哭 我爸 還有三天就過生兒了 然後 就 就見著今天這個機會吧 就想跟我爸說一句 爸爸生兒快樂 這應該是我 這麼多年 第一次吧 第一次叫爸爸 我特別感謝 那些 你們 把我 帶到這個世界上來 也 養了我這麼多年 然後 可能 你們會覺得 對不起我也好 或者說 某一些 事兒 對於我來說 怎麼樣也好 但是 我 已經 已經長大了 就是 對你們也沒有什麼恨 而且 我也心裡邊知道 你們對我其實也挺關心的 然後 其實我也挺幸福的 我有兩個爸爸 兩個媽媽 我要跟 我的養母去說 就是我希望 她慢點變老吧 然後 就我還能再多陪她一些 紀念 大家好 我是梁子 有個驚喜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新書上市了 依然熱愛生活 我們精選了這一年 多來二十多位受訪者的人生 無論你在生活中 遭遇怎樣的風雨 希望你依然熱愛生活 我